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于谦 又到这 咱们聚会聊天来了 这回咱聊什么呢 这期节目啊 咱们书接上回 用这个评书里边的口风啊 叫书接上回 聊什么呢 还聊这个大白菜 有朋友就说了 这一聊白菜 您这话怎么这么多 那可不是您想啊 我这岁数的人 可以说是 就活到这么大了 有多一半的时间 那真是上顿白菜 下顿白菜 天天啃白菜 用老话讲啊 长了一白菜脑袋 一聊大白菜 您想我这能不激动吗 但是聊归聊 咱们得说 从哪儿开始聊 上期节目 咱们最后说了啊 说的年年过年 吃白菜馅饺子 这回呢 咱们就不如先聊聊 老北京用白菜 做的一道年菜 什么菜呢 这道菜啊 叫 芥末堆 之前呢 聊头梯下水的时候 咱们就提过一句啊 好多打着老北京招牌的 那个饭馆啊 尤其什么 前门啊 石刹海啊 南罗啊 这些旅游区 门口都得弄个大姑娘 小伙子的跟那吆喝 哎 地道的老北京风味啊 炸酱面爆堵 芥末堆 您听听 炸酱面爆堵 芥末堆 我也不知道哪位高人琢磨出来的啊 愣把这三样 谁跟谁都不挨着的吃事 都给鼓到一块去了 炸酱面爆堵 芥末堆 是吧 这芥末堆是一道老北京的传统年菜 什么叫年菜呢 就顾名思义啊 就是专门是过年的时候吃的菜 平时没人吃 甭管南方北方啊 过年有个规矩 就从初一到初五 家里都不炒菜 不做饭 都是过年以前 腊月的时候 把这饭菜提前预备出来 等过年那几天 上锅腾腾就能吃 以前的人呢 生活水平低 你说好不容易过年了 大伙都是咳着鸡牙鱼肉 这招呼 桌子上见不着什么绿叶菜 您就拿北京来说吧 过年最高规格的家宴 那就算是八大碗 八大碗都有哪八大碗呢 咱这么说啊 就是大碗炖鸡 大碗黄鱼 大碗肘子 大碗扣肉 大碗的松肉 大碗的排骨 大碗的米粉肉 大碗的四戚丸子 您瞧瞧全是硬货 我小时候过年吃的没有那么讲究 过年以前呢 父母都是先弄一油锅 放到屋里风味煤炉子上 然后做各种的炸货 把这东西该炸的都炸了 炸带鱼 炸丸子 炸豆腐 炸我盒 炸鸽子盒 然后再跟炉子上炖点肉 炖点鱼 炖点鸡 最后蒸几锅馒头 那时候呢 住平房 天也冷 这些东西弄好了以后呢 装在各种家务事里头啊 直接搁在露天地冻着 哎 那么搁一段时间 坏不了 过年那几天呢 吃饭的时候 重新回锅 啊 在火上腾一腾 直接就吃饭了 但是您说老吃这些油腻的 大鱼大肉啊 炸的东西 它腻的哼啊 那您还得预备两道素菜 调剂调剂嘛 这两道素菜呢 一个就是烧二冬 怎么叫烧二冬 就是把冬菇冬笋 两样东西啊 搁一块炒 这道菜炒完了以后 直接可以当热菜吃 啊 但是您说放凉了 放凉了 我可以当凉菜吃 因为没什么油腻的东西嘛 当凉菜吃也成 有点现在卖的 什么素食锦的呢 的意思 再有一道素菜呢 就是芥末堆 刚才咱们说这个 眼下饭馆卖芥末堆的 都是拿那个乱七八糟的 白菜叶子切条 然后卷成卷 那是为了讲低成本 那胡同事 真正讲流的芥末堆 只能是用纯白菜心 外头的老帮子都得包下去 留着做别的菜 或者做馅什么的 那不糟急啊 但是这叶子 大叶子不能要 就要中间那个大概 黄瓜条粗细的那么个菜心 这菜心呢 根本就不用拿手卷 直接切 切出来那是一段一段的 它包的很紧呢 本身 一段一段的小圆墩子 切好的白菜心 不能弄散了 必须得是小心特别的 一个一个马的 那个大罩来里边 然后下开水锅 稍微的这么焯一下 焯的时间还不能太长 反正就是让它生气跑一跑就得 提前准备个糖丝盆 把焯好的白菜心 还得一个一个的马在里边 然后这个黄芥末粉里边 加凉白开 调这个芥末酱 芥末酱再加上盐 白糖醋香油调成味 醋呢 必须得是用白醋啊 得多放 调好的这芥末酱 往白菜上的一浇 这芥末堆就算做成了 装芥末堆 这糖丝盆呢 也是搁到外边 露天地里冻着 随吃随取 人说过年 大鱼大肉吃腻了的时候 来俩芥末堆 又凉 又酸 又甜 又脆 芥末堆从嘴里头 直往鼻子里 窜那个劲儿啊 呛得人眼泪汪汪的 那晚上解腻 不但解腻 还开胃 这芥末堆 一百多年以前 皇上跟紫禁城里边 过年的时候就吃 有朋友说 皇上也吃东楚大白菜 你瞧 这话说 上期咱不就说了吗 白菜下来 先给皇上送过 再说皇上 他说到底 他也是人呢 他有这么句话吗 怎么说来 这叫要暖粗不一 要饱家常饭吗 是吧 现在好多人觉得皇上 啊 那了的 还 普天之下 莫非王土 率土之宾 莫非王臣 想要什么 有什么 想吃什么 就吃什么 皇上冬天 那不都得吃反积节的蔬菜吗 老百姓吃不着的 那稀罕东西 谁吃大白菜 实际上 您那想法真错了 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反季节的蔬菜水果 在中国不算新生事物 打从秦朝那会就有 秦始皇统一天下 焚书坑儒啊 这事您差不多都知道 焚书坑儒的地方 眼下还在 还有就在我们老家西安 那叫丽山脚下 丽山有个华清池 华清池有温泉 杨贵妃呢 喜欢跟里边泡澡 这个秦始皇呢 也喜欢跟 丽山的温泉里边泡澡 不光泡澡 还让人用这个丽山的温泉水 这个地热资源 搞这个反季节的种植 明星两朝北京 也有反季节的种植 用的不是那个温泉地热啊 纯靠烧柴烧煤取暖 种出来的东西 也有个专门的说法 那叫冻子货 咱们之前也讲过 冻子 说白了就是地窖 地窖本身就比露天地暖和 里边再生上个炉子 就可以搞反季节的种植了吗 不光能种菜 还能种各种花 俗称叫暖冻子 暖冻子里边搞那个反季节的种植 最大的缺点呀 就是常年的见不着阳光 种出来的东西呢 长得呢 不会特别好 您就拿黄瓜来说吧 夏天正常种的黄瓜 那长得一尺来长 不算新鲜 冬天冻的祸的黄瓜 那撑死了可能 一打多长 十来厘米就差不多了 北京民间有个传说 说的就是明朝那会过年的时候 天寒地冻 西北风呼呼的刮 皇上不知道这会哪根筋没搭队 哭着喊着要吃黄瓜 御膳房太监没辙啊 只能上街买去 太监从紫禁城出来以后 溜达到前门大人那 看见过农民大伴的一小老头 在街上站着呢 手里托着两条战轻碧绿的黄瓜 呼 这太监赶紧上去就问 这老大爷您这黄瓜怎么卖呀 老头一听说话 就知道打工里出来的这么个冤大头 你说不宰他 我宰谁呀 当时就回答了 说黄瓜呀 五十两银子一条 不还价 太监一听什么玩意儿 五十两银子一条 您这黄瓜是翡翠的 穷疯了你 人老头老农民说了 你还帮跟我玩这套 你说这片汤花有什么用啊 对吧 就五十两一条 爱买不买 大过年的我自己留着吃好不好啊 说到这就见老头就拿起这一条黄瓜 二话没说 往嘴里一塞 咔嚓咔嚓 两口就嚼完了 这老头嚼完一条黄瓜 把那条又拿起来了 也要往嘴里塞 哎呦 这太监这回可急眼了 砰的一声 就把老头这手腕子给钻住了 我就我就好好好 老爷子老爷子 您可千万别吃 千万别吃 这条黄瓜五十两 我要了 我现在就给您五十两 老头说五十两 姥姥 五十两是刚才 现在没这件了 一条黄瓜一百两 太监 当时差点没背过气去 那这没辙呀 皇上宫里那坐着等着吃黄瓜呢 是吧 这最后一百两银子买了一条黄瓜回去 这有朋友要问这故事真的假的呀 哎 我可以正经八百的告诉你啊 绝对是假的 真是假的 编的 就是当初老北京老百姓编出来的 拿皇上打茶玩的这么个故事 皇上真要想冬天吃口反季节的黄瓜 那用不着让太监出宫去买去 紫禁城里边也有暖冻子 本身就能种黄瓜 可是皇上家的反季节黄瓜种出来 就是摆在屋里当玩意儿看 闻闻黄瓜那清香味 要不就是拿着太庙 现在说的就是带着劳动人民文化工 给老祖宗上人贡 纯粹就是样子货 一般不吃 为什么呢 中国传统文化有个说法 叫不食不食 开始那个食是时间的食啊 后边那个食是吃食的食 不食不食 意思是说什么呢 到了什么季节就吃什么季节应该吃的东西 反季节的东西 违背自然规律 吃一些对人没有好处 可能还有害 尤其是暖冻子里边种出来的 那个蔬菜水果 主要就是靠他们烧煤啊 那热气啊 往上这个催 还得多施肥 多上大份 古人觉得这种东西有毒 吃下去以后 能把肠子给烧烂了 所以清朝那会儿呢 有本书叫做 精华竹之词 讲的就是老北京的风土人情 里边有首诗说过这事 这首诗怎么写的呢 叫黄瓜初见比人深 小小如簪 直如金 微物不能增寿命 万前一时 半何心 啊 所以说呢 清朝 就是说明清两朝吧 皇上就算有这个冬天 吃反季节蔬菜 但是也不能这么吃 平时过日子还跟老百姓差不多 都是靠东储大白菜盯着 也就是说肉吃的可能多点 细粮吃的多点 啊 这事呢 可不是我瞎说 末代皇帝呢 这个溥仪留下这么本回忆录 啊 大伙都知道啊 叫我的前半生 那里边保留了一份皇上 冬天吃的御膳的菜单 溥仪当年吃的这顿饭 除了大鱼大肉 总共就三道菜稍微带点维生素 哪三道菜呢 就叫肉片炖白菜 啊 炉肉炖白菜 外加一个纯素的花椒油炒白菜丝 你看 炉肉 属于老北京的一种传统吃食 是把那个大块的猪肉啊 放在那烤鸭炉子里边烤熟了 直接吃也成啊 切片做各种炖菜最好 以后有机会咱们可以单聊 这节目咱还聊回白菜来 末代皇帝溥仪再往前倒 慈禧太后 那现代人一提慈禧 那就叫太后老佛爷啊 那觉得特别高大上 可人要换一角度下啊 咱们逆向思维 太后老佛爷年轻的时候 那不是也是个土生土长的北京大妞吗 慈禧太后在家当姑娘的时候 那名字叫夜赫纳拉玉兰 家就在西单边上匹的胡同 这正字叫匹财啊 原先叫匹财胡同 后来呢叫匹财胡同 直到九十年代末 这都是一条特别窄 特别破的这么个小胡同 清朝那会儿呢 里边有个卖匹财的市场 所以叫匹财胡同 慈禧太后的爸爸叫夜赫纳拉慧征 闺女没进宫当娘的以前 就是个八品的小官 在立部呢 负责超文件 现在来说算工薪阶层 家里的生活条件也不是特别富裕 慈禧小时候在家呢 日子就跟当时好多北京大妞差不多 吃的都是家常饭 穿的都是粗不易 十天半个月来顿炸酱面吃就算过年了 后来进了宫当了太后了 口味也没怎么变 这玩意变不了照样 慈禧太后也喜用吃炸酱面 慈禧吃的炸酱面 跟普通老百姓的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你要说有 有一个就是炸酱的品质高点 炸酱的程序复杂点 里面多放点肉 再有一个呢 就是吃炸酱面的时候 那个配的面码 可能有特别的讲究 现在好多朋友冬天吃炸酱面 都愿意顺手在煮面条的锅里边 抄点切碎了的大白菜 当面码 慈禧冬天吃炸酱面 也喜欢抄点白菜当面码 不过人家呢 有特别的要求 白菜跟面条啊 不能放在一口锅里边煮 吃一顿炸酱面 必须得预备两口锅 一口锅里边煮面条 一口锅里边抄白菜 互相不能混着用 这里边是个什么道理呢 您容我给您慢慢说 他还真有他的道理 您比如说我想吃炸酱面了 我图省事我就预备一口锅 这口锅里边呢 这水啊既煮面又煮菜 要是先炒白菜后煮面条的话呢 煮出来的这个面条上面啊 就带着那个白菜的清气味 吃着味不对 你要倒过来我先煮面 后焯白菜 那白菜上呢 就沾着面汤了 吃着嘴里带面的味儿 也不爽口 所以呢 必须得是预备两口锅 同时啊 一口锅煮菜 一口锅煮面 那那位说了 我就预备一口锅 我就一口锅煮两样东西 我就煮完这样东西 我中间再把锅刷干净了 我换成水 换水以后 我再煮菜 成不成 这么才干也成 当然这么来后一倒腾 中间隔的时间可就长了 白菜和面条呢 肯定有一样就放凉了 最后吃起来呢 这也不是不地道啊 这肯定是味儿不太对 所以太后吃炸家面 跟普通老百姓 那最不一样 最讲究的地方 就是这预备两口锅 白菜面条分开煮 下回您跟家吃炸家面 您要是想享受享受 这老佛爷的待遇 您可以按这罚的试试 现在哥这也不难 对吧 您慈禧太后再往前倒 乾隆 北京前文大街上 有一都一处 卖烧麦特别有名 民间传说 都一处的这牌表字后 就是乾隆给提的字 现在您去都一处吃烧麦去 配烧麦吃的 还有一道特别解腻的小菜 叫做乾隆白菜 说白了 就是芝麻酱拌白菜 您乾隆再往前倒 值得清朝皇上老祖宗 努尔哈赤满足有这么个传说 说的就是这么一回 努尔哈赤领兵打仗 走到了这么一个叫清河的地方 饿了 这清河指的不是北京清河 是今天辽宁铁岭那边 有一地面叫清河 努尔哈赤到清河饿了 身边干了也吃完了 只能派人去周围的村子 找点什么东西 点不点不呀 派出去这人转了半天 回来带回一大口的米 几颗白菜 几只鸽子 还有这么点 黄酱 努尔哈赤就把这鸽子 放在火上烤熟了 大米呢 煮成米饭 然后再把这白菜叶子 当春饼那么着 抹上黄酱 卷着大米饭 就着鸽子肉 就这么吃 发明了一种满足特色的吃饰 叫做菜包 地道的满足人 管吃菜包不叫吃菜包 那叫吃包 这个包后头呢 还不能带这个子字啊 你要说吃包子 那就不一样了 是吧 就叫吃包 最讲究的菜包 这鸽子呀 得用毛还没长齐的那乳鸽 大米饭呢 是用上好的精米 白菜叶子呢 里边呢 只要里边有几片嫩心 把白菜叶子掰下来洗干净 装盘上 上桌以前 还得放在案板上 拿菜刀拍几下 为的是把白菜叶子里边的纤维啊 给它拍散了拍断了 吃的时候呢 感觉嫩不塞牙 粤菜里边也有道名菜 叫做生菜歌松 是拿这个生菜叶子配上酱料 卷乳鸽肉 炒的那个肉松 这么吃 这道菜打根上说 是从人满足 这个诺尔哈赤吃过那菜包 画过去的 1989年央视春晚啊 墨奇老师和王凤潮 两位老先生表演的那个相声 滑稽双簧 特别有意思 到现在呢 我还有印象 这滑稽双簧是个传统段子啊 里边有一段叉 就是拿这个大白菜找包份的 我不知道您还记得不记得啊 一呀耿而立呀 月灵而照花台 清朗哥定下了机 今天晚上来呀 这段呢 郭老师也老唱 到最后一叠子烟白菜 一叠子烟白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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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是烟白菜 拿白菜找了这么个乐 这拿白菜烟的咸菜 实际上烟白菜 北方特别常见 比如说有名的天津东菜 就是把这大白菜切碎了 拿盐蒜泥这类佐料 放到大缸里的烟 烟的一定程度 捞出来亮 让白菜脱水 然后再放回缸里边 再连烟带发酵 烟出来的这个冬菜 脆里边带着梗 吃的嘴里边特别有嚼头 这种冬菜 是过去老北京人 吃馄饨的标配 北京人吃馄饨 或者说北方人吃馄饨吧 跟南方人习惯完全不一样 南方馄饨讲究喝清汤 汤越轻 越说明这馄饨的档次越高 北方馄饨呢 汤里边少不了这个虾皮 紫菜 香油 香菜 醋 胡椒面 再有就是特别刚才前面提的 那个切碎了的冬菜末 三十多年前 我跟着北京曲艺团 在全国各地演出的时候 在南方吃馄饨还闹不笑 那时候小孩什么都不懂 一碗馄饨上来 按北京人习惯就先拿勺子 先跟里边搅和 想把左领都搅和匀了 待会好喝汤啊 哎呀我这搅和搅和搅拌 搅拌天汤还是清的 细一看感情这汤里边除了点香菜末 别的什么都没有 好家伙 当时我差点我找服务员跟他急了 我说你这汤里边什么都没有 你互用谁呢 虾皮紫菜呢 酱油冬菜呢 你偷工减料 互用外地人是怎么着 你说现在回忆起来 这事都挺有意思 你就不了解外地的吃饭的规矩 这日子口呢 眼炒着再有两个来月 就到了熬腊班舟的时候 这腊班结了吗 是吧 腊班结就得喝腊班舟 老十年间的规矩呢 腊班舟不能自己家关着门喝 你说我这叫闷灯蜜了 自个儿关门 自个儿熬一碗 自个儿喝 这不成 熬好了以后啊 得请这个亲友邻居 啊 这互相送 你送我一碗 我送你一碗 别人送的粥自己喝 这叫有福气 喝别人送过来的粥 那就更有福气 是吧 就这么个讲究 老北京灌腊班节 还有一特别的规矩 就是送亲戚朋友腊班粥啊 得单上两颗腌白菜 让人家救着当咸菜吃 送人的这两颗腌白菜呢 还不能图省事 你说我直接到市场上买去 你要那么让人笑话 必须是自己家的女卷 老婆呀 儿媳妇 闺女呀 什么的 亲手腌的 这风俗说白了吧 就是搞点技术评比的意思 就是为了咱们互相比比啊 用现在话说晒着朋友圈 看看到底谁家的女卷 腌白菜的手艺高 就这么个意思 离开北京再往南走 大概两千里地啊 江苏扬州 老百姓也讲究 什么秋末冬初的时候 腌点白菜 扬州的这个白菜呢 学名叫扬州青 当地人俗称大菜 古时候的呢 这个名字呢 叫做松菜 有这么个意思 眼下呢 您去查各种 讲大白菜历史的资料啊 多数都查得了这么句话 菜之美者 初春早酒 秋末晚松 松菜就是最原始的大白菜 能耐寒 耐寒力比别的蔬菜 都稍微强点 宋朝以前呢 只能在南方种植 隋唐年间隋阳帝开大运河 松菜才顺着大运河 一点一点的往北方传 大概就是在这个唐朝末年 松菜让人带到了幽州 也就是今天的北京 那时候呢 北京还没有这个大白菜 那土豆松头更没有啊 老百姓冬天就全靠啃萝卜 和这个蛮精 也就是咱们之前聊过的这个疙瘩 就用他们腌咸菜 过日子 扬州的松菜传到北京以后呢 不知道怎么一股的黑跟疙瘩了 培育出了这么个新品种 就是今天的大白菜 所以北京呢 也可以说是大白菜的老家 起源地 您要是有功夫 可以上网查查 咱大白菜在国际上通用的 这个拉丁文的名称 那两个单词字面的翻译就是 北京白菜的意思 得了 唠唠叨叨咱们聊两期大白菜了啊 节目最后 我也给您介绍一种 我最拿手的大白菜做法 真的 我呀 大白菜挺会吃 而且我觉得有几种好的做法 不如向您推荐推荐 您呢 做法很简单啊 您大可以这么试试 把白菜甭管是帮和叶 切成丝 搁上酱豆腐 连酱豆腐在汤下的锅里边 堆点清水一块熬 熬出来以后 就米饭拌面条都成 这是最简单的这么一种吃法啊 您要说复杂的也有 哪天您要想了解 我再给您介绍介绍